功夫巨星李连杰最初的少林寺到后来的功手道 可以说带给我们的只有经典 用一个字来形容那就是帅 然而李连杰给我们留下的最深印象除了令狐冲以外 那就只有黄飞鸿了 当年的黄飞鸿李连杰是 和十三一观之临是 狼才女貌让人羡慕 黄飞鸿李连杰是 和十三一观之临是 在徐克的指导下拉开了爱情长跑 这样的一对情侣能够在一起施主不易 一个是长辈 一个是晚辈 一个外国进修 思想前卫 一个武爵痴迷 思想保守 别说是持来的稳了 即使是起初的直面相对 黄飞鸿都会感觉不好意思 徐克道理 李连杰主演的黄飞鸿三部曲 可以说是黄飞鸿和十三一爱情的见证 而前两部当中 黄飞鸿虽然心里有十三一 但总是太过于拘谨 十三一却是表现的比较主动 总是给自己创造机会 一代英雄李连杰 一代家人观之灵 羡慕李连杰的人员 总是能够遇到如此美丽的女子 虽然是演戏 但如果有此机会 相信许多人也已经心满意足了 李连杰不管演什么电影 电影中总是会出现一个极其美丽的女子 而恰巧会和李连杰有些关系 黄飞鸿系列拍摄到《失望争霸》这一部时 李连杰饰演的黄飞鸿 才真正的放下了世俗的枷锁 让爱情是罗罗语的展现在了自己的面前 而这时的十三仪才算是最幸福的女人 她那盼望已久的拥抱 才真正的享受到 你